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2021年的第一支空瓶剂 就是我身旁这一大栏的空瓶 那这些商品里面有一些是重复性的 所以这些商品我就不会多做解释 就会稍微的比较快速的带过 好那一样我们不按任何顺序 拿到哪一样就直接说哪一样 好东西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直接开始吧 好首先第一个商品呢 是一个韩系品牌的这个洗发水 是这个牌子 它应该是念成Karesis Karesis Hair Clinic Volume 那它这个洗发水呢 主要就是让头发比较薄的朋友们使用的 所以它就是说你用完之后呢 你的头发会看起来比较更加的丰厚这样子 那至于这方面的效果呢 我本身个人是觉得其实还好 唯一一点就是我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就比较没有经历过什么脱发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好事吧 那它这款洗起来呢 它的那个感受呢 其实是还蛮舒服的 然后再来呢 是它的味道呢 其实也算是还蛮香的 但是这一款洗发水呢 我在普通的Walk Sense或者是Guardian好像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一瓶呢 我是在那个CK百货那边购买的 然后它的价格呢 其实也算是还蛮便宜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应该是会再回购它 好 再来呢 是这个JM Solution的这个韩系的面膜 那它这一款呢 是那个燕窝的那个保湿面膜 那我之前其实就有说过 我个人非常喜欢JM Solution他们家的面膜 因为第一点我觉得很保湿 它的那个每一片的那个面膜呢 它的精华呢 都非常的充足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 是它面膜的那个size呢 那个大小 我个人是觉得很适合我的脸心 然后浮起来呢 是刚刚好 非常的舒服 所以JM Solution他们家的面膜呢 我都一直不断的有在回购当中 然后就是有尝试一下 不同的那个系列啊 跟功效这样子 像我现在使用的是那一款 Go Caviar 它那一款呢 比较主打是滋润的 然后这一款呢 燕窝这个呢 就是比较保湿款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给 皮肤比较偏干 或者是混合偏干的这个朋友 那我觉得保湿这个 护肤步骤呢 是不管你是任何的肤脂呢 都一定要一直不断持续的去做 这样子让你的皮肤喝饱水呢 然后你的皮肤才会比较健康 那我觉得它们家的面膜呢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这个我是一直不断的 持续的回购当中 好 再来呢 是这个蒸汽眼罩 好 那这个蒸汽眼罩呢 我在之前的那些空瓶剂呢 就已经有说过了 所以这个呢 我就不会多做解释啦 但是我一定会不断的持续 回购当中的一个眼罩 接下来呢 就是The Body Shop 它们家的这个棉花片 对 那它们家的棉花片呢 是我到目前为止呢 还一直不断的 有在持续的回购跟使用当中 那我个人是觉得 它们家的这个棉花片呢 非常好用 它的那个形状呢 是圆形的 然后所以你在擦脸的时候呢 其实是还蛮容易去擦拭 然后再来呢 是它的那个棉花呢 就你在擦的时候呢 它不会像一些棉花片呢 就是会起那个棉花穴 然后就是会 就是会沾到脸上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 是它就是100%纯棉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 擦在脸上呢 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个棉花片呢 是我会一直不断的 持续的回购跟使用当中 接下来呢 这边还有同样是一款 这个蒸汽眼罩 再来呢 也是一款面膜 那这个呢 是Cyber Colors 它们家的这个 Black Label的 Supreme Youth Revival面膜 对 然后它这个呢 主打就是 有那个 安平的那个精华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它这一款面膜呢 我之前好像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跟你们提过啦 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他们家这一款面膜 因为它每一片面膜里面呢 它的那个安平的精华呢 非常非常的充足 所以你每敷完一片呢 就感觉好像你已经插了一瓶 那个ampule 那个安平在脸上 你的脸呢 会非常非常的保湿 你会感觉到你的脸呢 变得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嫩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款面膜 但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呢 因为新加坡已经没有SASA的这个分行了 所以那这个Cyber Colors的面膜呢 是在SASA买的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办法去找到这款面膜 可能我之后会去上网去搜搜看吧 接下来呢 是一个这个大创的这个海绵跟刷具的清洁液 那这个我之前也是在其他的这个空名记有提过了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好 再来呢 是这个Dr.Jart的Cycar Pair Facial Calming Mist 那它这款呢是一个脸部的这个喷雾 那这个喷雾呢 这个牌子坦白说我是第一次使用 那我个人是觉得它喷起来呢 非常的温和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来呢 是它的确是有达到那个 镇定跟舒缓皮肤的那个功效 这边它其实是 感觉是好像还有深一点点 我看能不能给你们示范一下 它喷出来的那个水呢 其实是散播的很均匀 我不确定你们看得到嘛 其实是还蛮细的 对 所以它喷出来的那个水呢 因为它很够细致 所以你喷在脸上的时候呢 它可以很均匀的就是散播到你的整张脸上面 然后再来呢 是它其实有一个淡淡的一个草本的一个味道 那我个人是还可以接受啦 我是觉得还蛮香的 那这款呢 我没记错的话呢 我好像是在Sapphora购买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或者是如果刚好有碰到Sapphora打折呢 我应该是会再回购它的 好接下来呢 是这个庞氏的卸妆油 那这个我也不多说啦 之前就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好再来同样也是卸妆产品呢 是这个贝德玛的卸妆水 那贝德玛的卸妆水应该不用我多说啦 它非常的有名 那我个人呢 其实坦白说比较少用卸妆水来卸妆 我现在呢 都是使用卸妆油比较多 那这款卸妆水呢 我是可能在 就是可能我擦的底妆比较薄的时候 像可能我只是擦一个仿晒 或者是素颜霜啊 或者是一些很薄的底妆的时候呢 我才会使用卸妆水呢 来卸我的这个妆容 那它这个卸妆水呢 就非常的温和 它其实就是一个 Dermatologist的一个品牌这样子 所以它在卸妆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镇定跟舒缓 然后也不会对皮肤造成任何的刺激 所以我觉得它这款呢 就是使用感还算是很舒服啦 好接下来呢 也是一个卸妆产品 就是East Rocher他们家的眼唇卸妆液 那如果你们有看我之前的空瓶剂呢 就应该知道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庞氏他们家的那款眼唇卸妆液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后来呢 就买不到那一款眼唇卸妆液了 然后当时呢 其实我个人是还还蛮惊慌的啦 老实说 因为其实那款眼唇卸妆液呢 是我用过这么多品牌当中呢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也很适合的一款这个眼唇卸妆液 第一点呢 它的卸妆能力非常好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 它非常的温和 也不会刺激眼睛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完了 买不到他们家的眼唇卸妆液 那我不是要找别的牌子来代替嘛 但是来来去去看来看去都好像没有什么牌子都感觉上非常好用的 然后直到当时呢 我就去了East Rocher他们家的这个专卖店 然后就在那边闲逛啊 然后就看到他们家也有卖这个眼唇卸妆液 那他们家的这一款呢 坦白说价钱跟庞氏的比起来呢 就稍微比较偏高一点点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嗯好吧 反正他们家的其他商品像洗发水之类的呢 我之前都有尝试过 所以我就想说 OK那就来尝试看看他们家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没想到第一瓶用完之后呢 我个人非常的惊艳 然后也非常喜欢 他们家的眼唇卸妆液呢 卸妆能力呢 不会输给庞氏的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 是他也不会刺激那个眼睛 就是你倒在那个化妆棉上面的时候呢 其实你这样子盖在眼睛上面 然后大概其实只需要一次 一次到两次吧 你的整个眼妆呢 就可以卸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所以我当时第一次用的时候呢 我个人是还蛮惊艳的 就是他的这个卸妆能力呢 其实也还蛮好 蛮不错的 嗯我不确定他这款是 也没有含什么酒精啦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他真的是非常的温和 嗯我也不确定了 所以如果你 哦对对对 他有酒精 对他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我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不舒服啊 或者是刺激感 所以当时用完低瓶之后呢 我个人就 啊 就是非常的就是放心啦 然后就是想说 OK那我已经找到了 我的一个救星 一个替代瓶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目前呢 其实还有不断的持续回购 跟使用他们家的这款眼唇卸妆液 OK接下来呢 是这个Sally Hanson他们家的卸甲水 这个我之前好像空瓶界也有提到过啦 所以这个我就不会多说 呃这个也是我一直不断持续回购 跟使用当中的一款卸甲水 接下来呢 是一个呃 法类的产品 就是LUCIDO他们家的这个定法喷雾 这个Haspray 那呃我现在其实已经在使用第二罐了 同样也是紫色这一款 因为LUCIDO他们家的这个Haspray呢 其实有呃有分不同的颜色 那不同的颜色呢就代表着它的这个效果啊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定法的那个 呃那个能力呢是比较偏弱或者是比较偏强 那我买紫色这一款呢 它其实是Ultra Hard 但是它的Ultra Hard呢就是呃喷的时候呢 不会说让你的头发变成好像那个铁线一样这么硬 因为我个人其实呃也不喜欢那么硬的这个呃 这个造型这个头发的造型 我还是喜欢就是你喷了之后呢它还是可以就是呃稍微的这样子用手拨开啊 然后就是这样子梳一下 所以我当时看到Ultra Hard我就想说完了它这款喷起来会不会好像铁线那么硬 所以我就想说嗯没有关系就还是买来试试看 诶没想到它喷出来呢它有呃那个定型效果 但是同时呢也不会说让你的头发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僵硬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OK那这款呃定发喷雾呢算是还蛮适合我的这个发型跟发质的 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Loreal的Revitalift精华水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我在之前的空瓶机呢已经讲到烂掉 讲到非常非常腻你们也听了非常腻的这个呃精华水 所以这个是呃不要问我第几罐了这个我已经回购跟使用过很多次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款身体的这个产品就是Neutrogeno路德清他们家的这个Rainbuff的沐浴乳 那坦白说Neutrogeno他们家的商品呢呃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从来对从来没有用过也没有接触过呃即便是他的保养品啊或者是他的身体的产品 我都好像没有用过那这款沐浴乳呢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呢他推荐我的 然后他是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这款沐浴乳呢味道非常非常香即便是你用他洗完澡就是呃就是完全的冲洗完之后呢 你还是可以在你的身上呢闻到他们家的那款呢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他的味道呢也非常的持久 然后当时就想说真的吗那好吧我就买来试试看 没有想到我朋友真的没有骗我他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他的味道非常的持久 所以如果你刚好呃当天呢你是呃可能早上赶着要出门或者是你来不及喷香水或者是忘记的话呢 你其实使用完他们家的沐浴乳呢你身上呢就会自然的散发出一个非常香的这个味道 那我个人是觉得他在呃洗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感觉呢也算是还蛮舒服的 他不像有些沐浴乳呢就是感觉好像永远都呃洗不干净啊冲不干净这样子 他这款呢是还蛮清新还蛮清爽的 那至于会不会回购呢呃我觉得应该会吧对应该应该是会回购他 因为我觉得他用起来他的使用感受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来我因为我本身是有呃皮肤湿疹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用他们家的这款沐浴乳呢我目前为止是呃没有感觉到说有任何的刺激啊或者是不舒服 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应该是OK啦所以这个我应该会呃可能之后会再回购他的 好接下来呢同样也是一个呃这个蒸汽眼罩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呃这个盐药水对这个我也不多说啦就是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好接下来呢就是呃MAC他们家的这一款Prep & Prime的定妆喷雾 那他们家的定妆喷雾呢坦白说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用蛮呃蛮OK的就是他呃就是喷在脸上的时候呢他会让你的妆呢还蛮持久 然后这一款呢他是Fix Plus Matte就是呃喷出来的那个妆感呢是雾面的 那我觉得MAC他们家如果硬要说的话唯一一个缺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瓶子啊 他的这个头呢呃我觉得那个设计呢其实做的并不是非常好哦 他就是呃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子转开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是他喷出来的那个水雾呢呃没有到非常的细致 然后再来呢是他的那个扩散能力呢其实还蛮窄的就是不会说呃扩散到非常的呃宽或者是很均匀这样子 所以每次就是喷在脸上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子一记一记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要呃来回在脸上喷蛮多次的 然后再来第三点呢就是刚刚说到他的那个呃头嘛 他的这个头呢我觉得就是呃感觉上好像是还蛮容易坏掉的 然后这一瓶呢其实呃呃我之前呢就是里面还有剩大概这样子吧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转开来他他喷不下去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不行啊不能这样整瓶丢掉嘛 然后里面还有剩这么多 所以我就直接整个跟他开起来 然后倒在我的那个呃那种就是普通的旅行装的那种呃喷雾的那个瓶子 然后才可以呃慢慢的把它给用完 所以我觉得Mac他们家的定妆喷雾呢 虽然他的里面的成分呃那个内容呢是好用的 但是他们家这个呃瓶子啊的这个设计呢就可能可能还有待改进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应该不会重新设计吧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定妆喷雾的这个包装呢 其实已经呃已经是还蛮久了 就是感觉好像很多年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包装 除非他呃就是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啊就是去改良他这样子吧 呃至于会不会回购呢 我觉得如果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有碰到什么打折之类 可能会可能会回购他啦 好接下来呢是一款洗面乳 这个是Bio Essence他们家的Bio Water的这个洗面乳 那他们家这款洗面乳呢坦白说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呃之前有用过他们家其他的一些保养品 我个人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他们家这款Sensitive pH的这个系列呢 也不是到非常新啦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出没有呃没有到非常久 就是好像感觉是刚刚推出的一个新的系列这样子 那他这款主打就是呃给皮肤比较干燥敏感的人使用 然后他就是会让你的皮肤呢达到那个有水平衡的那个很健康的那个pH指数 做人的使用感受呢是觉得还不错 他洗完之后呢不会让皮肤觉得很紧绷 那至于会不会回购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 因为其实我现在还有很多那个洗面乳呢在囤货当中 接下来呢就是呃一款牙膏 呃就是Orbi他们家的这个牙膏 怎么说呢牙膏这种东西要怎么形容 呃我个人是觉得还有错 呃如果你们有就是呃 看我以前去年的视频呢就应该知道我 我去年呢其实有做了一个这个牙齦 呃牙齿的这个手术 所以呃自从手术过后呢 我在这个牙齿跟牙齦的这个保护方面呢就会比较注意一点点 所以我在呃购买牙膏的时候呢通常会呃比较注意它的这个功效啦 然后它这个呢是呃会保就是呃有gum care 然后就是会呃让你的牙齦跟牙齿得到一个保护这样子 那Orbi这个呢我印象当中它的味道呢好像也不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味道 呃我没记错的话它的味道好像是那种气泡水那种像pepsi或者是sassi的那种味道 然后感觉就是有点怪怪的好像你在用呃用汽水来漱口或者是刷牙这样子 至于会不会回购我觉得可能暂时不会 因为我现在其实找到了比较算是比较舒服一点的这个牌子啦 那接下来还是一个房式的这个卸妆油 所以一共呢就是空掉了两瓶 再来呢也是一个法类的商品 就是这个lucido他们家的发妆水就是呃喷的时候呢不会呃让你的头发有那种fizzy 就是那种很毛躁的那个感觉就是呃会 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的头发比较保湿比较滋润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这款发妆水 因为我觉得就是呃像我们这种短头发的会比较方便 因为像我的这个头发呢如果我不去呃做任何的造型 不放 hairspray不放那个发辣什么之类的呢 其实它会非常的凌乱非常的扁塌 然后有时候就是只是可能要去家附近吃个饭或是怎样 然后又不想喷那个 hairspray我就会喷这种发妆水 就是让它稍微比较有点定型的那个效果在那边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呃它还蛮好用蛮方便的 好接下来呢是一款这个toner pad 然后它其实是这个呃化妆水 那这个牌子呢是一个韩系品牌叫bringree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carrot vital toner pad 那toner pad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呃 呃新加坡的这个美妆的这个市场呢可能会呃稍微比较陌生一点点 那它跟化妆水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就是呃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toner pad呢其实里面呢每一片呢就是有那个呃化妆水的成分在里面的 好它这个包装呢是长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一大罐的 然后你打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呢就是有一叠的这个toner pad 就是所谓的那个化妆棉 那每一片化妆棉呢其实都已经沾满了那个化妆水跟它的精华 好所以其实你不用怕说呃比如说我今天拿上面这一片 然后下面那一片好像就呃没有没有沾到那个精华水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呃这一点你们大家可以就是比较不用担心啦 呃算是怎么说算是省钱吗?就是你不需要再呃另外去买化妆棉 然后再呃跟那个比如说化妆水啊分开然后这样子倒 那这款toner pad呢其实呃我个人是觉得它使用起来的 也算是还蛮舒服蛮保湿的 然后重点是呢它不会让我的皮肤过敏 或者是长一些呃很奇怪的东西像可能痘痘啊之类的 那好所以这个toner pad呢就是呃它里面应该是有 呃对它是有那个呃cara oil就是萝卜油的这个成分 那萝卜油它基本上呢就是会帮助有保湿的一个效果这样子啦 那像这种toner pad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韩系品牌呢 同样也是有出呃类似这样子的这个产品像比如说呃那个April Skin 所以我觉得呃基本上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保湿啊还是要只是擦干净啊 你就可以去呃依照你个人的这个皮肤的需要呢去做品牌的这个筛选 那至于会不会回购呢可能呃呃暂时目前是不会回购 因为其实我的化妆水呢其实还有呃同样也是还有蛮多的这个囤货 所以可能会先用完那些之后呢呃再来看看怎样吧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身体的产品就是这个Jurgens的这个Body Lotion 那Jurgens他们家这款H Define的这个抗老的这个身体乳呢 坦白说不是我第一次使用啦我之前就已经有用过呃其实身体乳Body Lotion 这种东西呢我个人是也没有说一定要指定哪一个品牌啦 如果你们有看我之前的空瓶剂呢就应该知道其实呃Body Lotion 我一直就是有呃在这几个牌子当中呢就是不断的有交替着使用 像比如说凡士林呃再来是Nivea Nivea还有再来就是Jurgens 那我觉得这呃这三个品牌当中呢我觉得Jurgens他们家的质地呢算是 也不是说厚重的感觉就是擦起来呢它比较稍微会有点存在感在皮肤上面 那这一款呢呃我觉得除了它的质地方面呢我觉得其他的那个方面就就呃没有什么缺点啦 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它的味道呢这款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香 我个人也是还蛮喜欢的 那至于这个Age Define抗老的这个功效呢呃我自己是有看到一点点的效果 因为像比如说我的这个脚啊我的脚呢其实呃摸起来呢皮肤是蛮蛮干蛮粗糙的 然后就是可能开始有一点点老化的现象 所以我在使用这款Jurgens的这个Lotion的时候呢呃我一擦在我的脚上 我过后呢可以感觉到我的皮肤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粗糙 对比较有点呃保湿保湿的这个效果 也不是说会呃就是马上立刻擦了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呃那个效果啦 只是说擦完之后呢摸起来没有这么的粗啦对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抗老的效果呢 我个人是有感觉到那么一点点所以这款呢我会回购 对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会先用完我的那款Nivea 然后再来决定要回购这款还是回购凡士林的 OK接下来呢是一个呃美白的乳液 对这个是Sophina他们家的美白的那个 呃Mosturizer 那呃Sophina这个牌子呢我是还蛮喜欢他们家那款呃粉红色的那个隔离霜 我觉得不用我多讲你们应该呃都都知道我在说的是哪一个商品吧 那这个美白的这个呃乳液呢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质地呢擦起来算是还蛮保湿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它这款呢是呃可以早晚早晚使用的 所以就是呃让你有一个美白跟提亮的效果 那至于美白这方面呢呃坦白说我是没有什么看到明显的效果啦 但是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啦可能有些人用完它之后呢 诶皮肤整个亮一个色好但是我用完它之后呢我是觉得呃它的保湿效果非常好 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美白这方面呢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那至于会不会回购它呢我觉得可能目前呃目前暂时不会啦 因为我想去尝试一下其他的这个moisturizer 好接下来呢哦这边还有一包这个The Body Shop的这个化妆棉 大创的这个呃刷具清洁液所以一共空掉了这个两瓶 好再来是哦这个这个是嗯Caudalie他们家的那个葡萄水的呃喷雾就是喷在脸上的 那这款我觉得应该也不用我多讲吧我觉得这款你们应该也对它有一定的认识跟熟悉度呃主打会让你的皮肤有保湿啊 然后就比较有比较有glowingglowing就是呃发光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觉得呃主要还是保湿的这个成分呢会呃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我觉得它的味道呢是我个人还算是还蛮喜欢的那它这款呢呃不只是拿来就是让你的皮肤得到一个保湿 它其实呢也可以当做是一个呃妆后的这个定妆喷雾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定妆效果呢并没有到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拿来做一般的那个脸部的这个呃喷雾这样子 那它这个喷雾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呃算是薄荷吗 有点那个mint薄荷的那个呃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喷出来呢是有点冰冰凉凉的效果 那如果你是可能比较呃容易出油啊或者是流汗 像我们这边新加坡呢其实天气是呃大多数的时候呢是还蛮热的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呃白天吃完中呃呃午餐的时候呢 就可能可以用纸巾稍微的把油啊跟汗给压掉 就可以喷一下这个呢来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比较呃 呃镇定跟舒缓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里面是有点冰冰凉凉薄荷的那个呃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这种比较呃炎热的天气使用 那价格方面呢我觉得算是蛮ok 蛮啊蛮 affordable的尤其是你碰到safora有打折扣的时候呢 你买下来的价格呢其实会更加的便宜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精华液 然后这个是actualhouse他们家的维他命C的这个精华液 我个人是觉得他的那个质地呢算是还蛮轻盈的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 然后再来第二点呢是他的价格其实算是 呃也不算开价的价格啦就是还算是蛮负担的 蛮 affordable的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亮白跟美白的效果呢 我就觉得其实算是还好 那我比较喜欢的是他的质地呢是 呃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他其实已经是已经是空掉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很仔细的去看他的质地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就是擦在脸上呢非常的舒服 也不会让我长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虽然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质地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华液呢 我可能暂时不会回购 因为其实我还有一些精华液吞货当中 所以可能先清掉那些呢 然后再来看怎样 最后几样商品了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呃大创的这个化妆棉 对我不确定为什么当初我会买他们家这款化妆棉 呃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非常的好用 他虽然也是圆形的 但是跟The Body Shop那款比起来呢 就呃来的比较薄一点点 所以通常呃大创的他们家的这个化妆棉呢 我都会直接买来就是卸掉那个指甲油 就不会拿他用呃用在脸上就是跟化妆水一起用啦 ok 最后几样商品了 再来就是这个The Ordinary的Mandelic Acid 呃我不确定中文名称叫什么 呃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呃 呃 acid的这个 呃精华液 对我觉得你们对The Ordinary他们家的东西应该比我还要熟悉啦 那Mandelic Acid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呃 怎么说用在用在脸上哦 就是会让你的那些什么呃 痘印啊痘疤这些就就比较泛化这样子吧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它这个是10%加HA 对基本上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呃可能保湿效果吧 那我对The Ordinary他们家的这个商品呢 没有到非常喜欢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的讨厌或者是不适合 呃我已经用过他们家的几样这个呃 acid的这个呃精华液 那Mandelic Acid呢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算是还OK啦 但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呃这些精华液呢 它里面的成分的这些呃这些呃 这些acid呢都是非常呃 呃比较算是有一点高浓度的 就是比较concentrate一点点 所以可能如果你在使用当中呢就 呃尤其是如果你皮肤是敏感的话呢 你就要比较注意比较小心 看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acid跟那个acid 就是混合交替用还是怎样 因为它的这个呃这个成分啊 跟那个percentage都蛮高的 那有些人可能呃皮肤比较敏感 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高呃percentage的这个成分 所以可能就要选比较低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你是呃对The Ordinary他们家的商品呢 就是刚刚踏进去想要尝试呢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呃 呃从比较低的percentage开始 然后再慢慢的去调整 那The Ordinary这款呢 呃至于会不会回购呢 我觉得暂时是不会啦 我还有很多其他牌子的这个啊 精华液呢还没有使用 好最后几样商品呢 再来是一个身体的cleanser 对也是一款沐浴乳 那是这个牌子 呃坦白说这个牌子呢 我也没有听说过 但是依据它上面的这个文字呢 应该是一个韩系品牌 那它基本上呢就是一款沐浴乳 然后它里面是有那个 呃怎么说那个scrub的那个颗粒在里面 那这款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味道 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好再来第二点呢是它的那个磨砂的那个颗粒呢 用它擦在那个皮肤上面呢 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痛 它的那个scrub的颗粒呢非常的温和 那个使用的感受呢算是还蛮舒服的 也不会说洗完之后皮肤很干 我不确定你们还看得到吗 它其实还有剩一点点 对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它里面有这个非常细的这个磨砂颗粒在里面 它整个呢这个质地呢是这样子粉红色的 然后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香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你的身心灵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疗愈 那至于会不会回购它呢 我觉得可能暂时是不会啦 好再来呢是同样也是这个眼凉润的眼药水 所以现在呢就一共是空掉了两瓶 OK最后一样商品呢就是一个保健品 那这个呢是Simply他们家的BB的这个美白保健品 对那这个保健品呢坦白说是我前阵子 就是去年去年12月的时候呢才刚刚购买来尝试 对于保健品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我我之前好像有提过啦 就是如果你要单靠这样子一盒吃完之后 你的皮肤变马上亮白 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喔 像这一盒呢我吃完整盒之后呢 亮白的效果 坦白说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啦 我没有感觉到说我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白 再来第二点呢是它里面的那个药丸呢 其实它的size呢算是还蛮大的 所以在吞的时候呢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 就是可能要喝比较多的水 所以这方面是我比较不太喜欢的 对所以这个保健品 我觉得我是不会再回购它啦 最后一样商品呢就是一个彩妆 终于有一个彩妆品了 就是Anastasia他们家的眉笔 那他们家的眉笔呢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个其实是我买他们家的第一支眉笔 然后色号呢是chocolate 对它没有那个编号的号码 它就只有名称 它是chocolate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brow definer 就是那个斜角的那个系列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家的眉笔 因为我觉得它的眉笔呢画出来 颜色非常的自然非常好看 然后再来是画的时候呢也是也很顺畅 那他们家的这个眉笔呢就是一边有这个刷头 这个spoolie brush 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它的眉笔本身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设计的这种眉笔 就是一边是那个brush 然后另外一边是眉笔 那Anastasia他们家的眉笔呢 我没猜错也没记错的话 价格方面一支好像是新币四十多块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四十多块买一支眉笔好像感觉很贵 但是我觉得像我刚说了一分钱一分货 他们家的眉笔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OK终于分享完了 那现在整个篮子呢都直接空掉了 那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想要知道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呢 可以去追踪我的IG在这边 OK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